我們這邊將來介紹ASB.NET MVC ASS傳送POST的資料 那我們使用的是JQuery ASS這種方式 在MVC的檢視頁面中呢 我們可以使用ASS這種非同步資料傳輸 來取得後端伺服器所產生出來的資料結果 那我們這邊會介紹使用JavaScript裡面的JQuery框架 所提供的ASS這個方法 來實現頁面裡面的ASS這種非同步資料傳輸的這種功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相關的範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呢 我們有一個下拉式選單 那這下拉式選單裡面有這些下拉式選項 那我們選擇其中的一個 那這邊有個ASS按鈕我們按下去 那這邊就會顯示出上面這個是後端伺服器所產生出來的內容 然後跟我們前端這個JavaScript這個選項結合在一起 那後面這兩個WaysS裡16 就是另外的不同的這種前端的頁面這種參數所傳回去的 OK那我們把這些內容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最下面這個是採用另外兩其他不同的這種接收參數 那我們一樣去把它跟那個訊息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會看到呈現出來是這樣的結果 那你可以發現這整個過程呢 因為我們是採用ASS非同步的資料傳輸的方式 所以說它都不會有所謂的PostPack的現象產生 那在頁面上面也可以也不會看到任何閃爍的情況 好那這個部分呢我們要來介紹 我們是使用JQuery裡面所提供的這個ASS這種方法 來傳遞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相關的範例 首先可以開啟VIO Studio編輯器 在VIOUS資料夾底面的Index這個檢視頁面的程式檔 我們先開啟 好那我們這邊有提供這個 在JQuery裡面呢我們使用這個ASS這個方法呢 來實現所謂的Post方法的非同步資料傳輸的相關的說明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面有沒有顯示出來的部分 OK 好那這整個說明大家有空再實際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針對範例的部分來做解說 先看到HTML的文件裡面呢我們有個HEAD的段落 在HEAD的段落裡面我們設置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引入的JJ這樣 chapter Takes additional Neomos 那接下來在JavaScript程式檔裡面我們寫了一些JQuery的一些語法 那這些會用來操作等一下的那個ADSETS 會同步資料傳輸的功能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先看下面Body的部分 在Body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有放置了一個下式選單 那下式選單裡面也有放置一些選項 然後這邊有個那個按鈕的標籤 OK 那下面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DIV 等一下會用來裝那個伺服器所傳回來的這些內容的這個容器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在JQuery程式檔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一樣建立一個JQuery初始化的準備函式 那函式裡面我們放置了一個 就是第一個我們先取的頁面中 叫Input Access這個標籤 那也就是下面這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裡面呢 這個按鈕 在按鈕裡面呢 我們去賦予它這個unclick 就是它點取之後一個事件 那點取之後它會做一些事情 首先它會先執行使用這個ADSETS這個方法呢 來傳遞所謂的非同步資料到後端的伺服器 然後再從那邊伺服器端再取回資料 那我們看一下ADSETS這個方法 裡面有提供的參數 它的操作方式的話 我們有列在這裡 那因為它的操作方式 它是用Options的方式 所以它其實很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看一下 好 針對它基本用法就是 第一個它會設置Type 然後URL跟Data的Type的部分 好 那我們直接看範例 首先這Type的部分就是 我們要使用是哪一種訪問方式 那我們這邊的範例呢 我們是使用Post的方式去訪問後端的這個指定的內容頁面 那我們URL就是你的後端伺服器 它所提供的這個內容頁面的網址 那我們這邊的話 是在HomeControl的底下的GetPageContent的MD 也就是在這個HomeControl的 我們建立了一個這個GetPageContent的MD 那這裡面呢 我們因為它會從前端頁面傳回來一些參數 所以我們這邊有設定這個參數名稱 那分別是這些參數 那這些參數的話呢 我們會去跟我們的本身 它的後端伺服器所產生出來這個訊息的內容 然後做結合 那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有使用Request Form的方式接收 還有使用模型細節的這個名稱的方式接收 然後去把這個資料呢 跟我們的這個目前的這個內容頁面的 所需提供的那個資料結合在一起 然後產生出一個HTML的這個標準的文件 那接下來Data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會把這些東西 這些前端頁面傳一些資料到後端去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設置這個Data 那我們Data可以發現 我們這邊呢 就是使用 MySlateItem 那也就是這個名稱呢 就是跟我們 這個所設置的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它會傳回 這個下拉式選單所選出來這個項目的值 所以這是下拉式選單的那個名稱 然後呢 它選擇這個選項的值 那最後我們自己再用手動 直接在串字串的方式呢 我們這之間 它的參數跟參數名稱之間 我們必須要用這個 這個and的符號去把它做隔合 所以說這邊的myName呢 等於 然後就是這個值的名稱 然後這個myNumber呢 等於就是這個16的名稱 那你可以發現這整個參數跟參數之間的名稱 是用這個 這個and的符號 用and的符號去把它區隔的 那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 的那個參數呢 它是一個 當通訊成功 完成之後呢 的一個回播函式 那回播函式的話 這邊我們會看到 它有設定一個匿名函式 然後這個裡面有個Data的參數 Data參數它會去 這邊會呈現出 當伺服器 通訊成功以後 它會取出回來的內容 會從這個Data參數傳回來 那我們這邊就把這個 傳回來的這個伺服器後端所 取回來的這個內容值呢 去指定給這個 DIV Browser這個容器 所以我們這邊有設置這個 然後就會把它塞到這個容器裡面 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塞進去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容器呢 就會有我們剛才 從伺服器後端所取回來的這個值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 你可以發現這個其實程式嘛 相當的簡單 之後這是幾行而已 那就可以完成了這個頁面 的一些非同步的這種 整個機制的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 這邊有示範 怎麼樣去把頁面的一些 我們要傳回去後端伺服器的值呢 然後可以做選擇 那除了使用現在是選單 這種 input 的這種 tag 標籤 所設置 例如說你今天你要設置可 輸入的文字框 或者是說那個 button 按鈕等等 其實都可以的 那我們這邊還有設置用手動設置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操作 好那我們這邊就介紹使用 Adcess傳送資料 JQuery的 Adcess方法 的Post方法 操作 那就說明到此 好謝謝 謝謝